為何你還可以只是拍你想拍的東西 人生一開始 我就沒有除波逐流 將自己賣給商業 很多人要找我拍婚紗照 開婚紗店 我不做 我覺得那些不是我應該做的事 Well blessed but not well planned 在我的生命中 我沒有準備下一步 歡迎大家來到電影大盜 我是這集的主持林奕華 今天我們有楊帆導演 你好 楊帆 我每次看到楊帆導演時 有兩個字形繞在我的頭頂 就是奇幻 你知不知道為何是奇幻 這些是所有人在香港 台灣的華人朋友 說我的片段是很夢幻 夢茶茶 楊帆導演有一件事 我猜大家通常通過電影去認識 但更加深刻的 我會鼓勵大家去看楊帆導演寫的書 其實我也為自己的文字很驕傲 值得劇 應該的 所以最初我在拍電影時 我寫劇本出來 很多人不喜歡我拍戲 說我寫的劇本很差 那些文字都不是人說的話 我受很大傷害 不過我很感激那些人 就是因為 經過這麼多年 就是因為他們不停地攻擊我的文字 讓我站得更加直 你拍攝了14部電影 其實現在有多少部版權在你手上呢 有13部 哇 有13部 因為這些電影都是我自己獨資 或者與某個公司合份去拍攝 除了有一部海上花 當年只是家和電影公司給我錢去拍攝 這部影片不屬於我 其他全部都與我有關 你說到這個答案 對我來說又是有點打擊的 為什麼呢 《海上花》是一部救了我的電影 因為當年失戀 我就在兩天之內看了兩次 因為那部電影給我找到一個出口 有13部 所以我就想說 沒什麼好看不開 因為香港有多少個導演 其實全部的版權幾乎都在他手上 第一個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想知道 你是如何認識電影 以及如何加入電影這個行業 其實我如何認識電影 我是去到台灣 因為我住的地方是鄉下 沒有任何電話 雪櫃 所有物質生活 去到戲院大銀網上 帶給你所有看不到的東西 那時候我不會看那些寫實電影 全部是美國的影片 有白色的電話 出來吃大餐 或者歐洲的宮廷電影 我覺得有一點就是我自己對美學 特別有一種不同的看法和表現 所以我在小時候 我自己找個機會去拍照 其實我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學的 我很奇怪 我是怪人來的 我沒有學過拍照 不過呢 我居然會拍照 還有可以拍到 出了很多拍照的集 我沒有正式學過寫作 不過呢 我寫了很多本書 我沒有正式學過電影 不過呢 我撞來撞去撞來撞去 就變成一個導演 就是我覺得呢 我小時候就覺得 甚至乎現在都覺得 我做這麼多東西 其實不是說 我真的想出風頭 或者想得到錢財 或者這些 上天給了我一些東西 他給了我一隻眼 可以看到美好 或者他要借著我 好像要傳達一些訊息 給這個世界 我有時候看回一些六十年代 我小時候看過之後 念念不忘 所以長大後 都去圖書館找回來看 譬如有一本雜誌 很重要的 叫做香港影畫 我們都是通過香港影畫 去認識到西方的電影 認識到西西 他怎樣寫文字 認識到譯書 我是通過香港影畫 才踏入這一行 那時候幫助他們 助談會 助談會 我看到楊帆導演 穿聖保羅書院的校服 在那裏主持助談會 你當時是中五學生 是呀 很厲害 你覺得奇不奇環呢 其實我從小時候 開始在寫東西 拍照或畫畫 我已經打算是一個電影 因為我覺得電影 這個媒體和我學音樂 他把所有大白藝術 把所有藝術融會一起 然後表演給世人看 我先去美國 去美國讀書 讀了一年書之後 因為電影對我來說 吸引力太大 我就不讀了 反正你去到美國 沒有網管 我爸爸不可以管 我就去了荷里活 就當臨時演員 然後我就離開荷里活 去了歐洲 去了英國 去了康城 即法國那些地方 遊學 在這三四年之間 就結識了很多藝術中的朋友 七三年回來香港 我就帶了我一個朋友 我的朋友是一個製作者 他拍了什麼秋水衣人 Fuilmung那些影片 我回來香港 是法國電影 我回來香港發行這些影片 那時《翻身影社》 我記得是專門放一些組場 就是星期二日的特別場 就是早上的十一點鐘 十點半 我們作為一些小朋友 喜歡文化的小朋友 是趨之若霧的 你最初是發行電影 接著你就拍電影 何冠春先生找我寫過劇本 他要我改來又改去 你知道我的脾氣 我從來都沒有幫人打過工 現在幫你做這件事 又要改來改去 都不滿意我 我就去做攝影師 唱片風套 攝影 有些廣告 譬如說 當時我幫過英國航空公司 拍的廣告也有幾十萬 當時有很多錢 我賺了錢之後 我真的很想拍電影 找其他朋友一起幫助 我拍了第一套小女人記 我拍完《門櫃》的故事之後 嘉禍說你的影片賣錢 幫我們拍套 我便拿回海上花給他 他說好啊好啊 你要什麼我們就拍什麼 就這樣拍了海上花 我不知道他們是真知還是不知 這是十年前我交給他們的劇本 我坐在這裏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故事 這就是何冠章先生要你改來又改去的故事 你又是導演 又是攝影師 又是編劇 那麼多的身份 大家都很想知道對你來說 對創作有沒有幫助 因為對有些人來說是可以打架的 其實我的影片全部都是自戀 哎呀我這個角色也是我自己的角色 是不是呢 老人也是我自己的角色 我很喜歡人和人之間慢慢溝通 一種說話慢慢的 或者一種心靈上的一個溝通 我呢就不會找那些演員排戲 是戲 只是拍很多的話 我就覺得真的沒有了那個感情 我就看著他們 可能就是他們哪些地方 要加多一些或者減少一些 有些地方可能 未必做得到你100%的要求的話 我也不會再做三四個攝影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影片很昂貴 是 所以我有馬虎 我也不喜歡剪碎它 所以我用很少的影片 我這雙眼都可以看到哪些藝術是好的 哪些是真的或假的 我都看得到 所以我剛才看你這裡有一個問題 你怎樣去找到那些錢拍戲 我所有的錢都是我自己找回來的 因為我在做攝影師的時候 我賺很多錢 我還買中國畫 買了很多人看不出來是真的 我看得出來是真的 很便宜我就買進來 到最後我需要拍戲的時候 我就拿一張唐白褲去拍賣 哇很多錢我就拍一部電影 香港電影以前是比較少同性戀 並不是現在多了 你當時製作這類題材的時候 面對這個東西 可能會招來一些批評和偏見 那你怎樣面對它呢 怎樣解決呢 其實我拍攝《美少年之戀》 我那時候要拍給女生看 B.L 是很早的B.L 他們現在網上說 李敏昌的答案是B.L角度的國歌 那時候吳彥宗在拍攝的時候 有人就告訴他 你拍了這部電影之後 在香港沒有人會找你拍戲 沒有前途 沒有前途 只不過就是這麼多年之後 你發覺它居然是一個長青樹 為何我要自己拿錢出來拍這些片 因為這些片一不賣了 大公司就幫你丟到床裡 你永遠見不到天人 《美少年之戀》 你都知道一開始在香港 那些人有多犯感 沒有人要看 不過我沒有放棄他 我帶著他到處走 慢慢慢慢突然就紅了這部電影 你沒有試過你的電影是沒有主題曲 因為我被慣懷了 第一部電影是少女的記憶 沒有人看的 不過最Hit的就是偶遇 又拿了這麼多獎 然後在戲院放棄 大家又在這裡唱 所以這個Hit之後 第二個門櫃的故事 林敏爾幫我寫了一首歌 謝國剛幫我填了一詞 寫了一首歌 找恩尼來唱 誰知道這首歌有大紅特紅 當時你跟恩尼認識的嗎 認識的 因為當時恩尼指定 我的唱片方面 一定要讓我專拍 我幫他拍 所以他在少女日記都幫我核傳 所以主題曲對你來說 剛才你覺得意外收穫 但之後你覺得對你來說的重點性是多少 後戲都應該有一個主題曲 都要Hit的 當時我告訴他自己聽 所以最後李文為美少年之戀唱答案 我覺得他唱得非常好 一首歌又寫得好 誰知道那首歌跟電影的命運一樣 沒有Hit 那我就覺得很傷心 對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吳彥祖和馮德倫 後來兩個都紅了 是的 你當初需要很多解說 或者很多牙力去遊說他們演一部的電影嗎 沒有…我最記得吳彥祖來 我就用英文改一次故事給他聽 然後他的經理人在旁邊哭得不知怎 然後永遠見到他哭 我說好,我做吧 他覺得是一種工作、一種藝術 所以他洗澡那場戲 第一次拍 我又不是太好意思 哇,小孩子在這裡洗澡 我要拍男生洗澡 他們兩個又很熟 不過我不斷地打開鏡 他們拍出來 一個Rush拍出來 我覺得不是太好 我找了他們兩個來看 他們說,是英文不錯 到現在你又要重拍 我們是可以這樣做 好像排舞給我看 好啊好啊 我們再去拍第二次 我覺得那場戲 我是retake的 唯一一次retake 所以其實你是會難為情過他們 我當然啦 然後我們去拍攝 過去我們有兩種地方 去拍攝 然後ung一些 我一起拍攝 我們開拍攝 這個集團 低音樂 然後就好好拍 我們不要在拍攝 我們有來 我們要這個 非常炒 我們要不要太多 就能不積意 其實我們講完你的第一部和第二部 都是改編逆書小說的 你是否特別鍾情他的作品 為何會有逆書在我的電影中出現呢 我們去拍《少女日記》 我美術指導是逆書迷拿著逆書小說《偶遇》 我們去大嶼山 我叫偶遇 我叫女主角拿著一本書讀 偶遇進去 當時大家都在說徐鋒要拍《門櫃的故事》 當時很出風頭 有一天我經過書局 看到《門櫃的故事》那本書 我拿那本書來看 看有多好看 在某些地方我還流眼淚 看完後就打電話給逆書 我說那本書到底徐鋒拍不拍 她說她從來沒有下訂 我問你可不可以賣給我 他說好呀好呀 我買了她的書 拍完後就請逆書來看 她是有流眼淚的 人家問我逆書看完怎樣 我說她哭了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改她的故事 改到看我懸夫哭了 其實這句話是我告訴朋友 也是你的底死幽默 我和逆書同一個時代的人 和我們喜歡的東西都是同樣的 寫的文章當然是她的文字比我更厲害 都是有共同點在這裡 我覺得我改她的東西是理索當然的 我只是個男液書 她是個呂洋凡職 她不承認我可以說我是男液書 最初看《玫瑰的故事》 是說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是覺得體無懸夫的 因為那本書也感動到我 尤其是最後幾句 情可在咒亦可覆咒 但是今時今日我再看 我看到你改她的痕跡是哪裏 而且我也蠻佩服當中 有一些微妙的改動 原來只不過是你順應某些情勢 例如周韻發一人飾演兩角 因為在小說裏 其實媽媽和女兒 或者是哥哥 為何會看中他的太太 和他和自己的妹妹 有些地方相似都有關係 因為黃振華即是哥哥 他看到他太太的第一眼 很快看到他有一粒字在他臉上 其實他妹妹也是有 所以整個《玫瑰的故事》 關於移情作用這件事 我覺得是你捉住了精神 然後令到這段禁忌的 現在整部電影對我來說 根本是一段不可能的戀愛 就是那個兄妹戀愛 鍾聰雄大家都覺得是應該做玫瑰的 我買到這本書的時候 譯書跟我說要找張曼玉做玫瑰 恩典 恩典 他說我最喜歡看張曼玉 我不管他會否演戲 只要看到他 樓梯上走下來 哇 縮起頭髮 就是他第二次出場的形容 我就說好 我去找張曼玉 他是不是立即接 是的 因為他是新人 他那時候未拍過文藝片 但這齣戲除了文藝 我翻查一下資料 他的第一次床上戲 就是在這部戲裏面 是的 因為他那時候 我們拍戲 他說我不親愛的 不可以有床上戲 有個意思就可以了 是 有簽子 我們拍那時候 他又很友善 很自然 他跟周潤發 真的很自然 拍得很好 然後我們要上話 他突然間 女人永遠都不知道 他突然不肯出來做宣傳 不出來做宣傳 重點是甚麼呢 就是我迫他拍床上戲 所以我記得 拍玉玫瑰的故事後 我跟他沒有見過面 沒有一起宣傳過 但是有流金歲月 最後就是流金歲月 我為二市民買了一個流金歲月 買了一個流金歲月之後 我找一個人去做蔣南宣 那時候 蔣馬勇剛剛做了王國卡門 我一看 很好 我就問陳志強 他說 哎呀 醜飯你就搶魚吧 我就找了他 這次大家一拍就很開心 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 沒有永遠的朋友 哈哈哈哈 這部片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想著誰做哥哥 第一個就是想到周永帆 因為周永帆很穩 而且他懂得演戲 第二個男主角 是想著劉德華去做家明 不過我劉德華那時候很年輕 二十多歲 和中文大 但中文要少少 劉德華很黃很紅 永遠都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我們要開鏡 我就跟周永帆說 我們第二個角色 劉德華那個角色 不能演戲 你要不要 我多給一個角色 雙倍片酬 那時候很便宜 他說 好吧 那我演戲 我就立刻改劇本 就變成現在 支持可能不是那種感覺 所以有時候限制 其實真的打開無限 對 想像 其實現在很重要 一個人做兩個 那時候二十二歲 張曼玉需要由少女做到少婦 失婚婦人 又要有那麼多男生在中間 作為導演 你需不需要指導他成熟一下 我自己也不知是甚麼成熟 只不過我衣服他 他自己來 單紙醃 所有的東西都陷入 所以我覺得張曼玉 是天生的演藝 是 他一舉一動 都有一種魔力出來 周潤法大哥哥 從來不會稱讚張曼玉 只不過有一場戲 張曼玉在數自己 或是壞女人的一場戲 周潤法看了他 做完一個鏡頭 他做完之後 周潤法和我做得很好 這場戲他做得真是好 三十八年後 我也是感動 因為你感覺到他們真正交流 對 《玫瑰的故事》小說裏 後面設定玫瑰懷著一個傷痛去美國的小說 但你過了巴黎為甚麼 浪漫 因為巴黎是另一種思想上的浪漫 所以你現在看修復版的巴黎 並不是想像之間豪華 不過有一種秋冬 秋涼 對我來說 我覺得去美國的話 就太普通 我拍的不是普通電影 我們預計是十月份 一定要開拍的 就要看修復秋天的感覺 所以預計在你們的拍攝計劃裏 在拍攝計劃裏裏 在莊國棟約會的時候 回家看到他哥哥在陽台 然後陽台切開兩半 就是哥哥在這邊 妹妹在那邊 因為哥哥在喝酒 然後那條柱好像分割了畫面 為何會有這個處理 因為你去到陽台是這樣的 所以你這樣拍 因為玫瑰的故事 來來去去去改一間屋 左拍右拍 我都希望觀眾看不同的角度 所以你離遠搭高台 玫瑰在下面寫功課 對 哥哥在上面休息 其實我去拍戲的時候 所有畫面都已經在我腦裏 特寫了 你用很多特寫 除了因為他們是明星之外 還有甚麼理由 在我的電影中 我想很多女演員 很喜歡跟我合作 因為我會拍到他們最好 他們的眼睛最明亮 最漂亮 好像在海上花裡的綜藝家 他在房間穿著綢衣 他走出來 我給他穿高架鞋 他就停了 又在成績時 要回憶時 我要他看高一點 看到燈 射到他的眼睛 整個感覺都出來了 所以你一定要愛這些演員 是呀 他們感受到 他們自己會在銀幕上 大放光彩 因為我是舊式人 所以我說 我在日落大道裡的 Normal Desmond 我是為大銀幕拍的戲 不是為手機拍的戲 因為很多人覺得你的戲 都會叫做唯美 你有名叫唯美導演 所以你的戲裡面的服裝 場景 全部都會覺得 你會不會第一件事 就是用美術指導 先交功課 所以你對於拍戲的時候 你怎樣跟團隊 打光 攝影 因為美術指導 是否你自己做了 其實都是我在這裡做的 我自己 怪不得故事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所有的東西 我就問我朋友去借他們的 伊斯米亞奇 那些 流金歲月 哇 鍾草紅 穿每一套衣服 不是YSL 而是Armani 比如說光 和攝影在你的團隊 你怎樣跟他們合作 我第一次用攝影師 這個攝影師打開我的眼睛 就是黃玉 我們拍了圖色 我從未試過一個 這麼好的攝影師幫我拍圖戲 那部戲是一個很封閉的空間 大部份時間 所以那些光是哪裡來 或者那些顏色 其實都是攝影師要參與意見 因為劇本很多時候都是你編的 是的 所以你的編導工作模式是怎樣的 新同居時代 我突然說這個對白不行 你幫我寫幾句 他就說 楊帆你不行 你經常要臨場的人 自己寫的對白 他說你應該 就把你打算要的東西 當小說 這樣把你表現的小說寫出來 從此之後 改變了你 對 改變了我 所以我就是我的編劇老師 所以我就開始寫 每一套戲 《美少年》 我有個故事 然後《遊園經夢》 我有個故事 所有人都有個故事 我這個劇本都很薄的 然後我第一天拍戲 周潤伯去到巴黎去探張曼玉 裡面有個鏡頭 張曼玉要開門 要靠著那個門 我心裡很難怪 要流眼淚之類的 張曼玉走過去 我覺得不夠激情 我跟他說 你要怎樣怎樣走 我就表演給他看 然後要怎樣流眼淚 他說 導演 你一開機 我的感情就會出來 好 我開機之後 他甚麼感情都出來 我看完之後 我就說 真的很好 所以你解釋到 為何你不喜歡彩排 我就不彩排 以後我都不交他們演戲 其實我那個《玫瑰的故事》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修復 之後那個Marco Muller 他來看 因為影子負責人 是的 我放過《玫瑰的故事》給他 他看完之後 他說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們倆是否在戀愛 我嚇了一跳 因為他們倆是不說話的 我嚇了一跳 即是表示他們倆在銀幕上 即是可以看到幾千套片的人 他覺得他們倆是戀愛 其實1999年 你已經修復過《刺梅的故事》 現在2023年又再修復 那個決定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1999年那次 我們叫做《千禧版》 會規的故事 因為那時候沒有數碼修復 那時候我們就翻紙翻底 然後重新整過這部片 因為我自己挺喜歡會規的故事 那時候當然找不到周潤發來配音 找不到張茫瑰來配音 所以我就找了謝君豪和蔡兆芬去配音 做了清晰版的《玫瑰故事》 然後那部片 那些音樂全部重新寫過 彭令也重新唱過一個新的主題曲 那部片出來當然自己也不是特別滿意 只是一遍 然後12年之後 那時候我已經有數碼修復 我拿了這個作為2K修復 2K修復之後 質素都不錯 不過誰知道放下很大的音樂 覺得還是差一點 現在有4K 4K很厲害 很細微 我們就拿去意大利修復 對大音樂 這次修復版在電影的前中段 會出現一些字幕 突然間有兩張 是一個歌詞 是一個歌詞 然後你又有一些 就是把本來是彩色的畫面調去黑白 是呀 為何會有這些改動 特別是加上字幕和黑白 我覺得這部片 詩情懷疑 加上兩個字幕 令觀眾更加投入 第二場開始 張馬尤出來是黑白的出來 為何我把那段電影變成黑白 因為一開始我覺得太單調 每個車入到玫瑰的家 以後跟著出來的話 張馬尤出場就不夠詳細 所以我將它變成黑白 在樓梯上下來 假如我是楊凡 二十多年前拍攝的話 我都會這樣做 不過那時候有很多錢 黑白變彩色 現在我可以做的話 我就做回它 不過呢 我都覺得 其實修復的話 你都要維持它原本的一個味道 這些小小的整容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第三個部份就是隔空對談 我們請了俗電影的同學 跟楊導演進行隔空交流 我會逐個展示給你看 我們來了 楊導演你好 當然你拍的電影 都會被人評為一種小眾的題材 例如我自己看過的 《美少年之戀》和《桃色》等等 都想問一下 現在的社會風氣不同了 大眾和年輕的新一代 接受程度都高了 如果你是新於現在這個世代 你會不會選擇都是拍這一種電影呢 我當然會選擇拍這一種小眾電影 因為我可以有自己的資本 去說自己的說話 為小眾的人發聲 可能這些小眾人 可以帶到被大眾也不一定 你是否小眾人 我的行為 我的光芒 就是大眾的 不過我做的事 可能是小眾的 楊導演你好 我想問你 未來會不會拍新的作品 還有你未來會有什麼計劃呢 我在這裡準備一套很特別的電影 但只可以說這麼多 你不可以說什麼題材 或者誰吸引你 你想在銀河上看到他們 有什麼法學反應 不可以說嗎 現在我要拍六小曼 都是跟樂文有關的 是的 那你心目中有沒有六小曼 慢慢的 我想很多女演員都想做這個六小曼 這個你要先賣一張謊 好 很昂貴的題材 楊導演你好 每次見到你都打扮到自己很優雅 你現在做導演和經營自己的形象有關係嗎 其實我沒有經營自己 我只不過我出來的時候 我要尊重別人 我要穿得漂亮一點 我平時很隨便 其實我今天也很隨便 這個已經是一個最隨便 很隨便的 其實他說的打扮 只不過是一個開場白 我想他說的經營自己 是怎樣能夠令自己 這麼多十年 都還可以在這個行業裡 有屬於自己的品牌 或者是被別人一看到你就知道 你是一個怎樣的導演 保持一個很正面的生活態度 但是他說到經營自己 和前幾位同學說的話 我覺得也有少少關係 就是為何你還可以 只是拍你想拍的東西 我覺得很難聽一點 我不想脫波逐流 我從人生一開始 我就沒有脫波逐流 我從拍照開始 我也沒有脫波逐流 我為何現在到七十幾歲 快到八十歲 我要脫波逐流 那怎樣對你來說 所以我要拍六小萬 對你來說 怎樣才是為之脫波逐流 對自己不真 將自己賣給商業 將自己剁成一塊一塊賣給別人 我可以拍婚紗 拍照的時候 很多人要找我拍婚紗照 開婚紗店 我不做 我覺得那些不是我應該做的事 所以我賺錢的時候 人生初段的時候 我都沒有脫波逐流 那這個是不是你也是 可以說是很優秀的 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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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生命中 我沒有準備下一步 所以六小萬 都未必是你 所謂唯一或者最後想拍的東西 是的 一個女性藝術家 生活在四個男人之間 有她最後的命運 你在裡面可以找到很多自己 哈哈哈哈 在我身邊 有誰 我可以找到很多人 就不想拍到你 這次就更好 我可以找到你 有誰 為何我可以找到你 有誰 我可以找到你 有誰 那是你們 有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